感谢您继续收看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自2018年以来我们海南省累计建成的农村卫生厕所是125.29万座 农村的卫生厕所的覆盖率已经达到是98.8% 基本实现了农村互用厕所全覆盖 并且是这个比例高于全国的水平 2018年以来我省开展厕所革命三年行动 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125.29万座 覆盖率每年提高约7个百分点 基本实现农村互用厕所全覆盖 高于全国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68%的平均水平 不过农村卫生厕所污水处理官网还需进一步推广建设 推进农村侧屋一体化处理 据了解虽然我省农村互用厕所覆盖率已提高 但部分农村互用厕所使用存在问题 今年5月份我省开展农村互用厕所摸牌整改工作 排查农村互用厕所38.44万座 发现问题厕所1122座 不能用的厕所主要存在住宿化粪池浮桶 管道损坏 测屋沉降开裂 粪屋堆积未及时处理等问题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农村互用厕所防渗漏改造工作 提出就地改造更换化粪池测屋屋一体化治理 集中兴建公共化粪池等渗漏厕所改造模式 安排厕所防渗漏改造任务5.05万座 截止8月20号 全省已开工3.55万座 开工率70.4% 竣工率51.9% 省住建厅要求 11月底前全面完成5.05万座农村互用厕所防渗漏改造任务 乡村置新进行时编辑报道